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阿波羅網報導 重磅罷料 梅西事件香港准特首兄弟翻雲覆雨 收支表泄密更大貓膩 綜合報導 這一輪如果你什麼都不做 你的錢都要被搶走 打擊梅西 杭州取消阿根廷隊來訪 北京跟進 報復米萊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熱點直擊 今天是2月11日星期天 今天是大年初二 祝您龍來運轉 事業騰飛 事業有成福星照 龍年大吉慶無邊 存善念 心清體健 基福德 家和夜星 祝您心想事成 笑口常開 我們通常在視頻發布後一小時內提供字幕 您只需點擊視頻上的CC按鈕 即可打開字幕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重磅扒料 梅西事件香港准特首兄弟翻雲覆雨 收支表泄密更大貓膩 阿波羅網報導 阿波羅網孫瑞后報導 梅西訪港一事更多內幕爆出 活動主辦方和中國香港足球總會主席霍企山被民眾痛罵 目前港府對主辦方開打 港媒玩命激活主辦方 扒出來的料越來越驚人 霍企山是人稱香港准特首霍企岡的弟弟 最重磅的料是 江系大外宣香港01扒出來的 主辦方與邁阿密合同金額為650萬美元 5000萬港幣 這是現在港路唯一同步的信息 但大陸媒體不知是有意無意 省略了港足總會長貝君奇說的 香港足總與邁阿密接洽後 對方要價是1000萬美元 8000萬港幣 此消息一出 已經把主辦方架在火上烤 港媒現在要求主辦方解釋中間3000萬港幣的差價 究竟差在了什麼地方 所以 主辦方事發之後立刻裝死 目前閉門謝客一言不發 第二重磅的料是 2月6日 香港文旅局局長楊瑞雄在電臺採訪中 對媒體承認 沒有審核主辦方與邁阿密的合同 不知道合同細節 所謂媒息會登場45分鐘 只是主辦方對港媒的單方面承諾 港媒現在也在集火問責 所以 港府罕見的態度強硬 本屆港府的能力在香港原本就飽受質疑 文旅局連續沒能談妥 泰勒斯威夫特與酷玩演唱會 但有評論指 港共在國安法之後就臭了 沒大明星願意來了 網民爆料 弟弟找的主辦方 哥哥拍的版 明面上錢一分沒少花 預算足足的 結果只簽便宜的非強制媒息上場合同 貴的強制媒息必須出場的合同捨不得簽 這省出來近一半的差價進了誰的兜 又上攻擊了誰 賽前都爆出媒息 有腿傷可能上不了 但最後幾分鐘也得把媒息換上去亮相 就是因為是強制合同不能違約 傷你也得上 主辦方竟然還好意思去強迫媒息必須上 還必須踢滿45分鐘 把人弄得黑臉不高興了 你還不樂意了 還給你上升到政治立場上了 真是好手段 指責別人不尊重你的時候 先問問自己有沒有尊重別人 就這格局和手段 還想重振世界國際大都市的榮光 還是省省吧 叫廣東省香港市更合適 網民說 代表國家的國家隊出一點幺蛾子 就有一批人要掉烏紗帽 中共搞國際交流向來是謹慎的 不能再謹慎 放在大陸就根本不可能發生 合同全都得被相關部門反覆審查 有一點缺漏都不可能給批文 現在縮頭已久的主辦方賠購票球迷50%就想算了 打發要飯的呢 別人飛機住宿不是錢 沒三倍賠償 想都別想 還有 對人沒息的名譽損害怎麼算 牆內瘋狂戴節奏 給人扣帽子 就欺負人是國外的 不混中文圈 在國內也沒代理的公關公司唄 還有網民說 主辦方是一家英國雜誌在亞洲的分公司 他們確實跟貝克漢姆有一些聯繫 為什麼是這家公司中標呢 是靠著霍企山的關係 由霍企剛推動並指定的 簡而言之 這家主辦方跟霍企剛本人 霍企山 或者說是霍家聯繫密切 特區有關方面覺得梅西肯定會上 這也是以特首為代表的 香港社會各界名流 全部到場的原因所在 但是 這場以梅西為中心的活動 主角沒登場 這就讓這場秀徹底變位了 也惹怒了香港有關方面 既然香港社會要追究主辦方的責任 而主辦方是借著霍企山關係上位 霍企剛指定的 那霍企剛有沒有責任呢 霍企剛不知道合同條款嗎 他利用輿論 把鍋甩到梅西和邁阿密國際頭上的目的 就是給自己 包括霍企山洗乾淨 畢竟他一直想在仕途上有所掌獲 可特首親自出來站台的好戲都被他搞砸了 這要是不能把自己撇清乾淨 那他的舔共仕途也別想再有什麼起色了 霍企剛炮轟梅西三次 遭中國球迷網報 評論區被衝垮 這一輪如果你什麼都不做 你的錢都要被搶走 全國已有22個省市區披露了你發行特殊再融資債券的文件 你發行金額達9437.8億元 作者 大胡子說房撰文說 現在水開始以各種方式放出來了 說個結論吧 接下來大概率是溫和通脹時代了 如果你什麼都不做 那可能要開始遭遇一次財富平移 你的錢可能要被別人搶走了 這次的水從哪來 第一渠道 特殊再融資債券 普通的政府再融資債券 籌集的資金是用來還到期地方債的本金 而特殊再融資債券 則是用來還地方欠下的債務 尤其是隱性債務 內債不是債 只要借薪還救 理論上可以不斷滾雪球 只要控制好佔GDP比重就可以了 不存在實際性的還債問題 你會發現 還不起的時候怎麼辦 那就展期 用時間換空間 用時間換通脹 換債務的貶值 第二個渠道 基建投資 之前超大特大城市城中村改造 最新消息已經入庫162個城中村 方市都是通過基建拉動經濟 靠的手段也是印錢放水 只有超大特大城市才能接住 接到這波放出來的水 第三個渠道 鼓勵中產和富人拿錢出來消費 這和刺激一胎沒用 不如刺激二胎 三胎 沒辦法搞新客戶 就搞老客戶 富購是一樣的道理 一句話總結 拉動經濟 已經從吹喇叭進入到實質性的落實階段 其實 每次信號的開啟 都不可能公平地傳遞給每個人 但富人和中產往往是更靈敏的 因為每一次的放水都是一次財富的平移 如果大通脹來臨 擁有現金貶值的那部分錢 等於被持有資產的人搶走了 這幾年放出的巨額貨幣不可能憑空消失 而現在的一切困局都需要破局 打擊梅西 杭州取消阿根廷隊來訪 北京跟進 報復米萊 2月9日 浙江杭州市体育局發表聲明宣稱 作為商業賽事 前期某公司與阿根廷足球隊洽談 於今年3月份到杭州進行友誼賽 鑒於目前眾所周知的原因 據向主管部門了解 該賽事舉辦條件不成熟 已決定取消 一天後 北京市足球運動協會也透過其新浪微博賬號公開宣布 北京目前沒有舉辦梅西參加的相關比賽的計劃 在此之前 阿根廷國家隊於1月30日宣布 3月份的中國行將迎戰尼日利亞科特迪瓦 比賽定於3月18日到3月26日之間 對陣尼日利亞的比賽將在杭州奧體中心舉行 對陣科特迪瓦的比賽將在北京工人體育場進行 杭州的聲明部分印證了幾天前的傳言 當地有消息稱 中國足協已經暫停了與阿根廷足協的合作 隨後 就有業內人士透露 阿根廷國際隊3月份訪問中國 大概率泡湯了 該消息傳出後 許多網民痛斥中共的輿論操控 缺乏理性和邏輯 梅西雖然有阿根廷國籍 但這次是跟隨他效力的美國邁阿密國際隊訪問香港 他上不上場是美國球隊的決定 和阿根廷方面沒有任何關係 還有人認為 中共煽動抵制梅西 除了轉移中國國內矛盾 可能還有其他政治目的 因為新當選的阿根廷總統反共立場強硬 北京或許想製造藉口 報復阿根廷 阿波羅網全體同仁 感謝您一年來的陪伴 我們年初被中共駭客黑掉三天 內容和視頻也不時被黃標 導致評級降級 是各位朋友們的支持讓我們奮勇前進 過年期間 我們會發表一些精選節目 到副頻道的深度世界欄目中來 19日 會恢復副頻道的日常每日一更 今天是大年初二 過去的一年已經成為歷史 未來的一年充滿機會 新年如同一場冒險 讓我們一同踏上未知的旅程 探索新奇和刺激 不斷成長進步 存善念心輕體健 積福德家和夜心 願平安 幸福和成功永遠伴隨著您 感謝會員的無私贊助和大家的支持 請您訂閱 點贊 轉發和留言 分享你的見解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平臺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鏈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 首先看一的一段時間是單元 明神實在有限過日常 因為注目會需要路上通話 微信默地開車 地開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